老牛过来还是想打 基本上想秒力去 我们来看一下 把EK养了以后 把力去给秒了 哇这一波另打得非常漂亮 经典游戏永不过时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雪岩 依旧是天秀杯的比赛 由Happy vs令神 传房第六局的比赛 地图来到了 AL Alternative这张地图上面 目前的话 比分是4比1 Happy领先 来看一下这张地图上面的一个选择 最近我也收到很多玩家留言 说一下都觉得 说Happy最近非常的无敌 状态保持得很好 其实呢 魔术争霸3 已经是一个老年人的游戏了 我希望大家不要 更多的去苛刻 谁是现在状态无敌啊 谁是一同江湖啊 等等 你要知道 现在魔术争霸3 现役选手 8个都没有 就说到你要说到 所谓的那一线 8个都数不出来 二线的话 可能还有一些 而且最关键的是 魔术争霸3 没有比赛了 自从没有黄金赛以后 就没有真正地上的大赛 那么选手要来干什么呢 所以现在选手的其他身份 就是一个主播 他们的主业是直播 你要苛求 他是个职业选手 你真的能做到吗 职业选手要求是 有稳定的比赛打 有稳定的成绩 有战队 有战队工资 每天有稳定的练习 现在魔术争霸3 哪有这样的人啊 是不是 现在现役的选手 兄弟们都30家了 你说以前大学呀 高中的时候 没日没夜打游戏 游戏是我的全部 现在打魔术那些职业选手 谁不是脱家带口的 有整个家庭要养 有老婆要养 很多已经是有孩子都要养的了 还要去计较这些 还要去带节奏 何必呢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 大家就好好的欣赏 现在有的每一场 比赛也好 天梯也好 表演赛也好 是不是 真的是看一场 少一场了 不要去苛求 谁厉害 谁不厉害 谁状态好 谁状态不好 这已经是一个西洋游戏了 到之后 五年后 十年后 大家就会说 曾经我打过这个游戏 我当年很菜的 当年我看那个谁谁直播 我看那个TED直播 我看那个Infi直播 对吧 就知道会吹 就真的已经是成为一个回忆了 是吧 好 撤了这么多 我们看到依旧是一个DK的开局 那么来看一下 这张地图上面 令神的一个选择 因为令神已经是好几局 不是好几局 连续五局用了先知 来看一下 这张地图上面 令神会不会继续 用先知呢 好 尸体 招骷髅 来到第一组的炼击点位 这一切的话 都是非常的熟悉 每一局都是这样的镜像开局 这也是目前 王岭比较熟练的一个开局 你说我一个王岭 我还能怎么定呢 对不对 戒指 这不是一个DK 特别想要的宝物 第一组野怪收掉 分骷髅去侦察 同时也交换第二个骷髅 Happy对骷髅这边的这个使用啊 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 不管是侦察也好 不管是骚扰也好 不管是炼击也好 他的骷髅都是最大化的一个收益 家里面的话 二本是早早点了下去 来到了商店处 选择是把商店这个点位也给收掉 这里的话 骷髅没有看到令神的炼击动向 所以继续去侦察 继续围住 因为Happy现在觉得有点奇怪 令神你怎么还没有过来 按照令神如果发现知 的话 他应该过来了 哦果然这里已经是看到了剑圣 那么终于在第六局 令神是拿出了剑圣 这也是我们很久违的一个 兽族的首发英雄 当年兽族的王牌 同时家里面的话 可以看到Happy也是放下这个坟场 二本还是在升 又来到了分框处 要把这个分框点位给收掉 那么这局会好看了 终于可以看到剑圣的首发了 因为其实也有很多玩家 也许一直在问 为什么不用剑圣呢 反正如果是剑圣的话 打宝和UD一起去对练 打宝的话 是不是更好一点呢 其实我认为剑圣现在的英雄 被削肉的有点过分了 而且剑圣现在非常依赖宝物 这个和恶魔猎手的处境非常像 如果你运气爆炸 能打到好的属性宝物 抿溜这种东西 这个英雄还是可以用 还是很强 如果他没有宝物支撑的话 他可能作战能力 实在是有点弱 就是暴雪加强的亡灵 已经是大家都已经永不共睹了 把其他的族都削得比较弱了 所以现在就是一家亡灵独大呗 好来看一下这边的话 是追了一个大忌 刚是给了一发C 这边骷髅是提早拉过来卡位 但是发现不用卡位 而且也不用给第二发死亡缠绕 直接凭A就可以带走了 骷髅的话 也继续是在侦查另一个炼击点位 同时的话家里面通灵塔 也是起来把矿区给保护住 这边的话 其实一路上来说 还比这一局的发育还是比较不错 因为是剑圣 他现在终于才来骚扰了一点点 那么收到第一条狗还可以 因为剑圣前七能 对亡灵所做的一些骚扰 真的是非常有限 所以亡灵的发育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也没有任何的耽误 二本马上好了 已经开始点下力取 同时的话看一下三本的时间 点点点 点点 好的 前一够 秒点三本 这就是亡灵前七的这样一个节奏 主要就是因为剑圣 你看这局毫无任何作为 Happy就可以非常开心 非常放松的练击 但是这段时间其实也会有点隐患 就是令的话使用是剑圣 他也会肆无忌惮去练击 所以说如果说剑面两个英雄 等于差不多的话就看发挥了 其实前几局我觉得令都可以打 只是在团战的时候 可能因为Happy的先手沉默 老牛没有办法踩出地板 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老牛没有无敌 他踩不了地板 只要老牛发挥好 这个点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情况想退下你的屠宰场 这边应该可以成功的退掉 这样的话是延缓一下屠宰场的时间 力气也走出了祭坛 放个Nova 但是想杀是不太可能的 再一次也是在家里面放下了屠宰场 这一段时间 我觉得Happy的DK有一点都花圆 他的DK是试图想去骚扰一下剑圣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分钟 Happy一直丢失了Lin的视野 他不知道Lin在哪里练击 他想去查Lin的练击 没有成功 这段时间的Happy自己没有练击 这个是我这六局以来 第一局看到Happy两分钟没有任何的作为 他终于看到了Lin练完的这个尸体 但是自己DK等级也没有提上来 并且力气也没有去单练 不过这也是这个地图的关系 这个地图能够练击点位并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你看这段时间 其实Happy是个真空期 他终于抓到Lin的一个练击 看到Lin这边的话是一个小歪 这边的话直接C了一下剑圣 哇这样的一个英雄配备 那三发的话还是会选择牛头的 我觉得打王林不管怎么样 都是需要牛头这个硬控的 这边的话抓一个狼奇 直接给了一个Nova 可能还要再给一发C 把一个狼奇收掉 也不是太转吧 毕竟是给了一个Nova和C的法量值 30人口 再等自己的三本好 这个是这个地图难打的一个点 他可练的点位不是特别的多 这种小点也不是特别多 大点是有一些 但是你可能前期要练大点的话 你会特别的伤 一旦被抓可能就gay了 车子也有了 来看一下Happy这边 他应该还是要练击 终于是脱狗出来的 那么他要开大点 但这个时候剑圣已经粘上你了 剑圣说我不可能让你 这么轻易的去练击 号一号雪亮 35人口的Happy 三本已经好了 DK是买了腹球 等一下可以把这些道具 都交换给Leach 但是Happy这边 一定还是会去继续开练的 这个点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点不算是一个大点 所以练下来的话 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而且即便被抓 这个点不会很伤 现在的话 Leach是在扛这个怪的 输出 扛到了半选 稍微的拉开一下 抽魔棒 这个宝物比较一番 继续补车子 来到下个炼击点位 来看一下Happy如何选择吧 他在炼击之前会去 哦他可能直接要去令家里面了 那么中间买出游侠 要直接一波过去了感觉 看这个驾驶应该是要去 从令的家里面了 中间也买出了游侠 这边令已经看到了 这里是已经是有电球 三板已经好了 上来就是给了一个C 那这样的话 这个车子可以成功地保下来 只要车子可以保下来 等一下就能飘毁灭 并且我们注意看 Happy已经是把毁灭人口 给流出来了 前方的话是有两辆车子 看一下他的选择 可能都要飘毁灭 现在主力部队的话是以狗为主 配备三英雄 直接过来了 先拆商店 果然同一时间都飞了毁灭 这个商店选完掉的非常快 第一时间商店被拆 随后的话是地洞 地洞拆了以后可以涂一下浓 这些苦工啊 没有地方可以走 都是经验 这里Happy下一个急火点 在犹豫 可能是兵营 可能是地洞 但令已经回防了 而且这边的话 游侠是被沉没了 今天是被网了下来 游侠可能要死了 这里游侠 在急火 游侠倒了 倒以前拆了令第二个地洞 那这样这一波交换的话 我觉得其实都可以接受 令的话是一个商店 两个地洞 而Happy的话是一本TP 和一个游侠 TP回家以后的话 Happy也是马不停蹄 继续奔向下一个练级点位 游侠的话 因为是一个一级 所以他复活会比较快 只不过这个时间的话 他无法吃到这些怪的经验 力气是闹到两级 家里面继续补通灵塔 车子也在补 单矿的亡灵 这个时候会发现 他的经济 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疲软 游侠 复活 车子补 50人口 等一下如果打的时候 一旦飘毁灭 又会爆人口 但这个时候 可能Happy会压一压50 稍微存一点钱 钱的话可以等一下 买道具也好 爆兵也好 再一次看到了令神 这里似乎 这里似乎Happy觉得自己的兵也没有特别多 DK过来商店处 买的是 群补 粉 因为打剑圣 所以粉是必须的 这里的话是没有无敌的 这可能会是一个隐患 而且我们知道令神是二发的小歪 小歪如果扬掉的话 其实这个英雄是有点危险的 这里想开练一个红点 这很Happy 一高人胆大 这个点如果被抓了 可能就是致命的打击 但这个点如果练下来 它给你的回馈 也是巨大的 但是令神这边你抓了过来 我们来看这波 直接令神过来 毁灭直接飞了起来 老牛被沉没 中间还是想集火 老牛在找地方可以踩 还是被沉没了 这边再往前走 DK升级 老牛现在可以踩了 踩了一脚 踩住了所有的狗 这波弹还比较漂亮 毁灭血量有点低 毁灭一发四一又抬了起来 这边想秒一个狼奇 小歪过来打一口 网注意让车子在疯狂的集火 小歪升级 狼奇也倒下 这边的话车子还是在被集火 但英雄状态比较不错 猎头再倒一个 车子也没有了 老牛再一次被沉没 但他点了一个无敌 直接踩 踩住了周围所有的部队 健身也被沉没 但健身升级了 这一波感觉可能 Happy不太好打了 狗也要死了 小歪学量不产 健康小心 但是现在亡灵三英雄 都没有蓝了 这是一个可以打的局面 这里还要再蚕食一个毁灭 再往前 这边想围个磕多 老牛过来还是想打 基本想秒力去 我们来看一下 把DK养了以后 把力去给秒了 哇 这一波另打得非常漂亮 这是我们熟悉的 受阻三英雄的一个combo 继续网住DK 但DK还是走了出来 36人口的Happy 不敢再追了 这一波打出了我们熟悉的感觉 这才是我们认识的兽组 比起先知这种非常疲软的英雄 像剑圣打正面 才是我们喜欢受阻的原因 才是我们喜欢看受阻比赛的原因 他就是一个要打刚猛的 正面的一个种族 刚那波让我感觉 我的青春回来了 好 中间是把游侠给买出来 继续再练一个大点 因为Happy知道现在劣势非常大 他只有继续去拼 把这个大点都拿掉才有机会 DK用了一发C给游侠抬了一下 但游侠选人掉的还是非常快 三英雄想念这个点还是有点困难 这个点的怪很强 DK用了所有的篮给游侠再抬了起来 这边还有9级的石头人 这时候练的有点慢 有点辛苦 交换一下道具 现在是勉强报到了41人口 车子也过来 但车子后面跟的是另一个剑圣 这边的话 车子要直接被击火了 车子直接没了 石头人的经验是拿到 但是给剑圣一个沉默 宝物好像是Happy拿到了 是英勇勋章 但这边的话 这一波直接被抓了过来 牛是一脚踩 Happy直接打出机器 这才是我们喜爱的魔兽争霸 这才是真正的兽足